多方消息指出杨基新教头将由生涯毫无执照经验的布恩出任 美联社分享 杨基新任教头人选出炉 曾在2003年扮演杨基进入世界大赛英雄的布恩 Aaron Boone脱颖而出 球团尚未证实 但多方消息皆指出杨基即将宣布由布恩接掌杨基兵服 布恩12年大联盟生涯 仅在2003年身穿杨基条纹衫 但该年就在季后赛扮演关键人物 与美联冠军赛第七战队红瓦 瞧出再见拳雷打 将杨基带进世界大赛 杨基总经理凯徐曼 Brian Cashman 今天出席活动时表示面试教头作业已经全部完成 将与老板讨论后 从六名面试人选中决定由谁执掌杨基兵服 美国媒体稍晚指出 布恩与巨人版等教练穆兰斯 Hansley Millens是进入绝选的最后两人 最终有没有任何执照经验的布恩扮演黑马 他从球员生涯退役后几乎都在媒体界工作 现任ESPN电视球评 与布恩同样任职于ESPN的记者欧妮 Buston Olney也已报道这则消息 布恩接任杨基教头 只差球团正式宣布 纽约媒体指出 杨基希望他富有个人魅力的个性 可以融入以年轻球员为核心的杨基阵容 做到以往吉拉迪 较欠缺的部分 较欠缺的部分